刚刚有人说刚进来也不知道 那我们现在分享时间差不多到了 那你觉得你听到很棒的 谁的父母教孩子 觉得这个效果很好的 可不分享一下 没听过 可不可以请Helen帮忙分享 那个脆猪的答案 我好像脆猪听 有听到脆猪说 他也是这样教他的小孩 是是是 你耳朵很健 非常好 然后那边有没有其他人 爸妈怎么教你的 你印象很深刻 然后你到现在还在沿用的 所以那个肩猪不打小孩 打多一两次了 总要打多 好 非常好 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说 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摘 这谁讲的 谁讲的 谁讲的 非常好 我就想说 这句话突然跳出来 到底是哪一个教育家讲的 原来就是胡适 胡适他讲的 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摘 那现在人有一个教育法叫做 以什么 以中为始的教育 什么叫以中为始呢 就是说你设定你的目标 你至终要达到什么 你就从什么开始 比如说我要培养一个狼狼 我要培养一个欲加小孩 那这是我的goal 那对不对我们等一下来看 那我要怎么达到这个终极目标呢 第一个要先去送去亚马哈上学 对不对 要请私人老师 要让他一步一步的学习 乐理学习乐器 才有可能达到这个终极目标 那比如说我要栽培一个美容师 那我要怎么样 要让他对美有感觉 如果他对每个色彩都没有感觉 我是很难培养出一个美容师的 那比如说我想要栽培一个医生护士 他一定要对人 抢救人的生命有负担 帮助人有负担 所以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会决定我们怎么开始 怎么样开始 那我就在想说你们其实学了很多 可是我看到资料的时候 我发现这些是比较硬的东西要消化 比如说你们第一课学到建造良好亲子关系 12招有哪12招 还记不记得 刚刚有一个标准答案是什么 黄天老师 所以没有关系 我们都不断在复习跟学习 那感谢主 其实我们做父母 我已经讲做父母的黄金时期 是前18年 黄金时期还有在前面18年 有人说14年 在黄金时期还有人说是前面10年 在黄金时期还有人说前面5年 三岁定80 三岁定中生 所以就是说基础非常重要 那我就想说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 其实神一直把我们当做是他的孩子 以色列啊我招你来 我生你 神说他生了我们 他把我们招聚来到他面前 他要我们回转回向他 他说他在我们身上定精在我们身上 有几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神定精在你身上 神亲自的教导 有过对不对 好不好 真实好 那我们就一起真的是太宝贵了 我觉得那个亲自教育是一辈子学不完的 而且呢 当然我们在座大部分的人已经完成我们的任务 我们小孩都18岁以上 那还有18岁以下的小孩 神还把这个宝贝交在你手中的时候 你要好好地照顾他 好好地养育他 栽培他 那我们接下来这些爷爷奶奶呢 或要进入爷爷奶奶的人 我们就要预备自己 就是说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孙子孙女到我们手上 来个几分钟 来个几小时 几天 我们怎么样把握机会做提摩泰的外婆 像提摩泰的外婆一样 把美好的信仰带给她 其实你们谈过的这些 我是觉得说可能要不断复习 因为资料很多 包括我觉得婚姻方面资料是很丰富 因为从很多书上面摘下来 所以弟兄姐妹要不断地回去来看 其实我们今天只能够在短短的一个多钟头里面 要探讨一个主题 叫做这个处理电脑上网手机脸书的问题 有姐妹有没有听过这个电脑成瘾症 有听过了 这1995年新发明的这个词汇叫做电脑成瘾症 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 这是一个心理学家发明的 当然那时候还在底辈当中 觉得说她到底是不是一个心理疾病 那我们已经经过20年了 当然不能够说她一定是疾病 有的人是电视成瘾 有的人是咖啡成瘾 有的人还有Coca Cola成瘾 这些都是瘾 但这个瘾呢 对一个人有什么的影响 还有对社会有什么的影响 它的影响层面有多大 那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有多大 我们才能够说它是不是一个病症 那我们知道台湾流行一个话叫做宅男 还有什么宅女 那日本称他叫做隐形青年 就是看不见的 看不见的人 那我在收集资料的时候 我发现说我可能也有点上网诚意 我有网路诚意 因为我的工作跟网路很有关系 我需要做很多research 做很多topic的研究 所以我要收集很多资料 所以呢 基本上研究说成瘾 你一天在电脑上面 跟你工作没有关系 超过三四个钟头 就算是成瘾 那在座的迪恩姐妹 请问你 隐头如何 你上网的时间 你手机不离手的 有没有人一天到晚 手机都挂在你的手上的 网路上有的图片很好玩 他说你如果晚上 这样趴着看 今天早上起来自己就会痛 晚上这样躺着看 眼睛就会斜 那图片很可爱 那我前一阵阵在把我手机上的资料 收起来的时候 就发现那个东西已经存到 我办公室的电脑 不然可以分享给你们看 实在是太可爱了 丁姐妹 你有没有觉得说 没有马上check到一个信息 就很紧张的 会不会 有没有 有没有很焦虑 网路成瘾的现象 网路成瘾的现象 有没有 都还不至于 但是很担心小孩子 很担心小孩成瘾 好 那我们在座有 智慧型手机的人举手 很好 有iPad的人举手 有电脑的人举手 OK 这三样你一样都没有的举手 而且说 OK 我鼓鼓掌 不过依照研究来讲 说这个网路也等于是一个社会现象 如果没有实用电脑 也算是一个病症 好 因为我看我老公 他24小时都拍那个 一醒来就要半夜 我都很神奇 他要买给我 我说我不要 好 这个叫过犹不及 还有这个网路能载周 也能复周 我经常清晨起来 所以也在网路上就看到灯犬了 他已经打卡了 你们听不听得到 打卡 上网打卡 就说我到了 报道一下 我去吃一顿什么 也报道一下 那个牛肉面就泡出来了 那比如说我今天到哪里去游 那天我经过马里去一家店 他新开的 那进去呢 他卖剉冰 你知道我们台湾来的都很喜欢吃剉冰 他就进去的是爆冰 他说呢 请你上Facebook去like一下 还告诉你的朋友 I'm here I was here something 你就得到一杯小的这个仙草 很有意思 他就这样吸引你 你要打个卡 让你的朋友知道你在哪里 这都是现代的 20年前我们有的这些东西 20年前已经开始用email的人举售 20年前有 30年前有没有 20年前有没有 40年前有没有 没有 40年前大概没有 只有text 只有text Message BB 所以越来越进步 我不知道我们下一站会用什么 我们现在不是有那个什么 Google glasses吗 Google的眼镜啊 对不对 戴在这里 就可以上网了 可以index 可以看Facebook 可以看新闻 就这么一个小方法 所以实在越来越进步啊 我们会发现说 其实我们也会受到影响 那能够像翠珠这样子 稳如什么 磐石 勇不动摇的 要很 人家有坚定的毅力啊 那 我也很佩服 以前我教过一个弟兄 他爸爸80几岁了 他回去台湾 买一部电脑也 然后教他爸爸怎么用电脑 开始可以跟他爸爸Sky 开始可以视频 就持续 那也是很好的学习 最近我在这个Facebook上面发现了 有一个 我刚刚讲了 这个网路能载周也能复周 他不是完全不好的 他也有他好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就可以收集到很多资料 那吃什么才健康啊 糖尿病要用什么字啦 有很多很好的information 对不对 还有我们怎么样度过 我们的老年生活 我们怎么样做亲自教育 网路上很多资料 昨天我跟仁爱丁小组去 参观石海古卷 在车上 逸琳就问了 师母 师母好像是字典 或者是答案 师母什么叫石海古卷 我就要赶快跟他查 跟他讲 把我知道了 不管在这里的 我的手上能拿到的资讯高档 我就跟逸琳说 你上网只要打石海古卷 很多 你不悲讯就出来了 很多讲解 很多的 照片你都有了 所以网路 这是不是很方便 这是网路 对我们造成的便利的地方 但是也有一个缺点 网路有很多 以而传而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分辨 网路有时候 会告诉我们错误的信息 比如说有一天 我看到一个新一个图片说 连头我已经重新定义了 年龄的分布 我看了高兴的不得了 六十五岁以下都还叫青少年 然后我自己好开心 然后我也给蔡师母看 她也很高兴 她说我还算青少年 结果我又给另外一个人看 她说哎呀这是骗人的 我就大受打击 我就证实了说 网路也有很多什么虚构的 纯属虚构 所以也不要高兴的太快 然后要分辨 不要人云云 前一阵子网路又 这个疯狂的传议着消息 NIV圣经怎么样 又翻译错了 又怎么样 又改修改了 原来根本不对的 所以圣经公会就出来澄清了 原来就是有些有心人 就借着网路来散播谣言 所以这个都要很小心 我们都要有分辨的能力 还有一些基本的知识 那我为什么会把这个图片拿出来呢 在Facebook上面 或者你如果常用Facebook 我们在座可能不少人有 它有一个这个亲子online教室 这里这个常常会 当然每天都会放一点短文 它会从网路搜寻 或者一些基督徒的教育家 他们的一些教导儿女 亲子关系家庭的这些议题 它都会扣在上面 那比如说它今天早上就扣了一个 所以像逸琳大概比较常上 WeChat 对不对 比较常上Facebook WeChat比较多 WeChat有很多类似的信息 什么十条 什么诫命啊 教育孩子的十个法则 什么的 很多这些讯息 我们都可以不断的吸收 然后另外呢 也可以跟别人一起来交流 但是呢 我觉得最好就是说 我们自己一定要有定见 自己一定要有定见 最好的礼物就是说 你是一个很有自信心的父亲 很有自信心的母亲 那我记得我生我老大的时候在澳洲 然后在塔斯曼尼亚很荒凉的一个岛 全岛有台湾的两倍大 可是人口只有50万 你看一个人可以拥有多大的这个生存空间 那我刚生小孩父母也不在身边 有第一个孩子不知道怎么样 所以很紧张 那我们就开车开到塔斯曼尼亚最南端的一个地方 到了一个弟兄姐妹家去做客 结果这个姐妹呢 她是香港去的 她没有读过什么书 可是她呢 很有才华 她有艺术的才华 所以就被这个塔斯曼尼亚大学录取了 去做她们很特别的研究生 那这个姐妹非常好非常有耐心 她虽然是生长在一个很贫困的家庭 她说她从小就在那个流水席里面 在那里打工 因为家里好像做流水席的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流水席 就是半酒席的半得的那种 她从小就在那个环境长大 没有机会去读书 可是她很有艺术才华 那这个姐妹 我一去我就感觉她非常的温暖 她知道我很紧张啊 抱着一个心神贝贝来软绵绵的 她就送给我一本书 我想那大概是她仅有了一本 教育儿女的书 很有爱心 也很久了 就送给我 那我也很珍贵 我就打开来看 第一句话就给我很大的帮助 她说一个有自信的母亲 虽然我才刚生小孩 旁边也没有教育专家 也没有什么弟兄姐妹跟我分享 怎么养孩子 连怎么洗孩子都不太清楚 都怕把她呛到了 或怎么样 我常常孩子小的时候 半夜都要起来偷偷看她 还有没有在呼吸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 因为我到澳大利亚的时候 刚好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说有个孩子 就是脆死症 你们知道 Southern Infant Southern Infant 就是很多 所以就很紧张 就说不知道孩子半夜 会不会去停止呼吸 常常要起来 摸摸她 看看她还能呼吸 我圣经上也讲说 我的眼目藏在你的身上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一个做母亲的 或者任何父亲 对孩子很多爱的时候 你的眼目会藏在她身上 那这个我就深刻体会 因为我的眼睛都盯着我的孩子 看 我真的很爱他们 常常注意他们大大小小的事情 那最近还有一个研究 有一个研究说 其实父亲对儿女的影响 要大过母亲 那所以父亲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在座呢 胡家大有机会 大有可恶的 你对这个 这个谁 李文雅雅雅的影响力会很大 为什么呢 父亲还是权威所在 那人的本能就是要去寻找一个权威 如果父亲这个权威 让你办很好的得着 养育你啦 爱护你 供应你 保护你 这些都做到了 我们有读到 Parity的四个角色 对不对 供应 保护 教育 还有什么 赶快看一下你的小猫 小猫上面说有四个角色是什么 供应者 保护者 教导者 还有辅导者 那我们在Parenting上面要不断的参差的来应用这些角色 那为什么父亲这么重要呢 父亲多半是权威的代表 如果说我们跟父亲的关系好一点 我们的人生会比较和谐 比较快乐 如果我们跟父亲的关系有冲突的时候 我们人生就很容易有冲突了 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啊 他父母会讨厌他丈夫 是因为他很讨厌他爸爸 或他对他父亲有愤怒 所以这个就转移到他的先生身上 那这是一个更深一点的一个心理现象 所以我们现在要更转过来啊 就是牧师也常常讲说 为什么父亲好像比较不受重视啊 我相信他大概代表很多男人的心声 需要被重视 那有一个现象是说 我们真的不是那么重视父亲 我们太重视母亲了 母亲节到 哇 所有的礼物都是给妈妈的 母亲最伟大 母亲像月亮 那当然父亲像太阳 不过太阳太热了 对不对 那过去的父亲也常常把这个责任就推给母亲 所有的家室家里养育孩子都是母亲一手包办 那那父亲的责任就是在外赚钱养家公运家庭 事实上呢我就发现说 如果我们让父亲啊 这孩子小时候就一起来参与这个parenting 父亲也会很有成就感 而且也能够帮助他设立一个好的榜样 将来呢他的孩子也会效仿他怎么样来带领这个家庭 那无论如何丈夫呢 父亲都是家庭的头 这是神设立的次序 如果次序对了家庭就会很稳 那如果每一次 什么事情都要去问妈妈都去问妈妈 其实妈妈也很辛苦 妈妈要扛起所有人 我就说问爸爸 那他们说有一个玩笑说 你小孩生下来 要先教他叫爸爸还叫妈妈 叫妈妈 那换尿布就是你了 他们说教小孩先叫爸爸 所以要换尿布要喝牛奶 肚子饿了 怎么都找爸爸 我们可能要策略要还一下 好 那我想帮大家复习一下你们过去四个礼拜 你还可以在网上找很多资料 100条啦 80条啦 60条建议啦 10条啦 还有一些什么科学法 惩罚孩子的10个科学方法 很多很多 还有一分钟搞定小孩都有 很多太多资讯了 所以姐妹要看 你觉得你现在需要什么 我觉得我觉得最需要就是寻求神给的智慧 因为常常我们遇到的挑战 也不见得专家有遇到过 当我在预备这个课的时候 我就想说 如果赵姬在这里问我一个问题 赵姬或小琴 你怎么样handle 他的儿子叫Wiston 我就说那对我真是一个挑战 因为呢 我没有这样的孩子 比如说 陈良在我们当中 他说你怎么样handle 有特殊孩子的人 我说我们答不出来 我们可能有知识 我们还没有一手的经验 所以其实他们是最好的老师来分享 怎么样教这样特殊的孩子 如果你的孩子曾经反叛过 曾经吸毒过 你可能就是一个最好来分享这个pocket的人 因为你知道怎么走过 你知道当中的struggle 是什么 所以你知道有个叫做 马倩倩 还什么倩倩的一个姐妹 尔反的一个姐妹 她写了一本书叫做成瘾 还什么这类 蛮畅销的 为什么她能写这本书 因为她的儿子跟毒瘾奋战了很久 那她经过这个过程 知道怎么样帮助她的孩子走出来 所以她走出来之后 就写了一本书 鼓励别人 如果你的孩子也有成瘾的现象 读隐 教帮派等等问题 你应该怎么怎么走出来 那所以这些人她亲身经历过 她就是最好的 那我就想说 其实我的孩子都还蛮乖的 所以我大概其实蛮难分享说 有什么挑战的 那你们在座呢 每一个人都是你们儿女最好的老师 最好的 我常常说 神觉得你最适合养你的小孩 所以把你的小孩放在你手上 那神觉得我最适合养我的小孩 所以神把我的孩子放在我手上 神并没有让我去养翠珠的孩子 神也没有让我去养无家的孩子 可是神就把三个托付给我 所以这个孩子神所赐的产业 那神阿门我们 把他宝贝的孩子交在我们手中 跟着神一起来养育这个孩子 所以当然我们最好的导师是谁 就是神 神是我的导师 我的孩子很乖 他是我的导师 我怎么引导他 怎么为他的人生来计划来导造 是神是引导我的最好的导师 神是不是造基他们最好的导师 也是 因为威斯坦是神创造的 神知道这个孩子很特别 怎么样带这个孩子 神有智慧 神可以启示造基的 神也可以透过专业人士 帮助他们找到一条合适自己的方法 坦白讲所谓的专业人士 他也不见得适合养威斯坦 你知道吗 那所以说这个父母一定要自信心 神如果能entride这个孩子给你呢 你一定可以照顾你的孩子 而且靠着神的恩典 不管孩子的挑战多大 都可以养得好 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姊妹 那她也很爱着 可是三号不知道怎么样呢 她的孩子在青少年的时候交到坏朋友了 就变坏了 老到老二 我们孩子从小都觉得他们是看着 在教会一起成长 就亲到这样子 可是中学的时候 父母没有注意到她交的朋友 结果呢 就交到不好朋友了 吸毒 刺青 很多很多不好的东西出来的 那我们很心疼 那我们很心疼 就不断的为这两个孩子祷告 后来隔了大概十年 又生了老三 这个姐妹就很紧张了 这个老三一定要好好教 不是说老到老我没有好好教 我从小就带去图书馆 读书的 去教会的 就是父母也很尽情 可是那个挑战也说是 我们没有办法control的 比如说她在学校里交了什么朋友 有什么影响我们不太知道 所以父母有时候真的是要很aware 就说孩子在学校到底交了什么朋友 还有儿女是不是有一些隐藏 她有一些怕我们担心 怕我们生气 所以她不敢告诉我们 可是父母可能要再多一只眼睛 多一个耳朵 能够多看到多听到 多感觉到一点什么 防围杜鉴 预防剩余治疗 所有能够先预防的 就先打预防针 对不对 你为什么打预防针 因为不想要感冒 对不对 为什么打预防针 因为不想要得天花 为什么要打预防针 不想要得白玉壳 所有的预防都是我们不想要有 我们不想要的结果 所以这个预防的工作很重要 我们孩子都已经大了 有时候孩子已经都成型了 所以在塑造的过程当中 这边捏捏抓抓很重要 已经过了之后 坦白讲神要我们休息了 已经过去的神要我们放下了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 为孩子养育儿女的弟兄姐妹 为孩子养育儿女的我们的孩子 祷告 求神给他们智慧 不要犯我们所犯的错 或者也不要犯别人所犯的错 能够找到一条正路 把他们的孩子 或者把我们的孩子带到正路上 道老也不偏离 那你们在讲到说孩子 说到孩子的信仰跟属灵生命 有一节很重要的经文 在生命记第六章 无论坐下起来躺卧睡着 都要怎么样 谈论 神的话都要谈论 所以孩子的根基才会稳 他才会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 那为什么我们会走在人生的路上 坑坑巴巴跌跌撞撞的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伪恶的事 或者我们真的不明白 我的名因为无知 因为无知而灭亡 圣经上说因为无知就是不知道 所以求主要帮助我们要认识 认识神的心意 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 读神的话 好好读神的话 认识神的心意 我们才能够把神的心意 传给我们的儿女 比如说第一姐妹来找你 找你询问你 咨询你的说 我怎么教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最近都不听我话 我都气得想要打他了 那你怎么来帮他 不要惹 祷告还有圣经上讲什么 不要惹女的气 对不对 照着主的教训 怎么样 养育警戒他们 那你有神的话出来 你要用的时候就会出来了 还有就是说他说 你看到一个人 他的孩子都不管 跑来跑去 那你怎么样去劝这个弟兄姐妹 或者说孩子对父母顶嘴 你看在眼里 这个弟兄弟妹好仁慈 都不敢纠正孩子 你怎么样去劝弟兄姐妹 如果你不明白是劝不来的 可能还误导 还瞎着你瞎着 哎呀就随个他嘛 哪个孩子不调皮 哪个孩子不会那个顶嘴 我身上讲说 不可不管教孩子 对不对 你的心不可认他死亡 对不对 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 那你就知道神的心意了 我们以前在墨西哥宣教的时候 那回到工厂 回到家乡的时候 墨西哥也有七处教书房 就去买了 七处教书房卖很多这种棍子 平平的 有好多种 那其中有一种是这样 比赶面棍还大一点 平一点 然后我们就买一个回去做纪念 上面就写说 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 他当然很多经文都是类似的 但是我们拿回去 我们是很少用 我们是非道不得已 是不打孩子的 那我们是尽量不打孩子 特别我们就是女孩子 那我们很多就是跟他们谈 跟他们沟通 就比较理性平和的方法 那再一次我说 因为我的孩子比较乖一点 所以比较好带 可是呢也有 我也有挫折 坐到地上 哭啊 很想哭啊 因为是很累 因为体力上非常累 我带三个孩子 三个孩子想说很累 所以做parenting的时候 我们也要把自己先照顾好 如果我们的身心灵都在一个好的光景 对的光景 那孩子跟我们在一起很快乐 他也知道妈妈也不是那么情绪化 不是那么moody 也不好像很难摸透的 你知道孩子很会察言观色 我们高不高兴 对他们的影响也很大 那我不知道可不可以举Michelle的例子 可以吗 那个Rita在这里 因为Michelle很爱妈妈 所以妈妈的反应怎么样 对她影响很大 就说 因为Michelle要去尼泊尔宣教 那尼泊尔地震了两次 我是Rita 我一样是很担心的 我比较不担心 是因为我去过了一次了 我知道那里的情况 那Rita就担心 那Michelle因为妈妈担心 她心中也担心 她也很顾念妈妈的感受 她很爱妈妈 她不需要妈妈担心 所以这个就是说 父母的情绪也会影响孩子 父亲会不会影响 今天爸爸回家不高兴 全家里都不敢讲话 听说连猫跟狗也不敢出声 所以她就说 我们都会影响的 我们也是上一代的产品 我们上一代怎么教我们 当然我们经过一些蜕变 我们也可能是 额外我们的父母 有一些不对的方式 我们不希望再重复的 所以我们需要很大力的改变 不过有很多人呢 如果说我们没有经过认知 我们没有额外 我们是没有办法突破的 要突破一定要认知 如果我没有发现说 如果我没有发现说 我衣服已经穿不下了 我就不会有行动 如果我的衣服都是宽的 我老是穿起来它都很舒服 就我去找一件比较窄一点衣服 我就发现 我今天可能要少吃一碗饭 那如果说 就是说你有发现现象 比如说哪些现象出来 你才知道你要怎么去对它 就是说怎么样去应对它 这叫做对症下药 比如说我明明胃痛 我是不是去吃头痛的药 不对嘛 胃痛要吃胃痛的药 比如说我脚割伤了 是不是要擦消毒的啦 要OK棒啊 那我脚受伤了 我去吃心脏的阿斯比林 对不对 好像不对嘛 我们这里有故事 所以我们要对症下药 比如说孩子 孩子是很累很累的 他身体很累 你不要一直骂他说你好懒惰 他可能不是懒惰 所以要知道他的原因是什么 他的原因可能是 他的schedule排太难了 所以他太累 他休息不够 所以要找到原因 你说你太累了 睡不着 你不吃一颗安眠药 这样你睡好一点 那小小孩就只有开始这样子 我们这个做理做的方法 怎么不对 你比安眠药对年纪大一点的人 睡不着可以吃一点点 但是如果你说小孩睡不着 你给他安眠药 这是不是对症下药